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良品电影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韩国电影《暗暑杀人》。 有被害人,却没有人报警,没有尸体,没有调查,在这世上没人知道的杀人案,就叫暗暑杀人。 秦亨鸣是一个杰出的刑警,始终为追查真相而不遗余力,有一个名叫江泰武的男子突然造访,向亨鸣自首。 江泰武告诉他,他在六七年前帮人抛过尸,两人相约在面馆见面。 但是就在金亨鸣详细的询问细节的时候,江泰武却告诉他需要花钱来买这些信息,于是金亨鸣就只能掏钱,并告诉江泰武应该回去洗下澡之后再来跟他谈。 但是江泰武却认为钱给的不够,正当江泰武大叔商量着钱应该给多少的时候,突然一对警察很快就逮捕了江泰武。 同事告诉金亨鸣,江泰武就是一年前杀害前女友的凶手,至此一场杀人凶手和警察的博弈故事才刚刚开始。 三个月之后,金亨鸣突然接收到一个电话,电话是江泰武从拘留所里面打出来的。 江泰武告诉大叔,他说他杀了不止有一个人,一共杀了七个人。 张大叔在去找江泰武之前,就找到了自己警局的同事,同事告诉金亨鸣,在金亨鸣来之前,江泰武也曾经向警局招任过他杀过其他的人,并且向警察提供线索,但是警察根据他所提供的线索什么都没找到。 警局朋友劝告金亨鸣不要相信他,但是金亨鸣却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,于是他就去了拘留所见到了江泰武。 江泰武为了让人相信他杀了七个人,主动招任了一杀害前女友的藏匿物品地点,并为企划了一张地图。 金亨鸣根据地图很快就找到藏匿点,并且发现了江泰武口中所说的杀人证据。 大叔很快就把这些证据交给了自己在警局的朋友。 众人比对之前上交给检察官的一些证据,发现交给检察机关的一些证据是错误的,江泰武因此被劫免了五年的有期徒刑。 这引得其他检察同事和受害者家属们对金亨鸣十分不满。 接着金亨鸣又去拘留所见到了江泰武。 江泰武把杀过七个人的详细情况都写在纸上给了金亨鸣。 金亨鸣还想再问一些更加详细的情况,但是江泰武却不肯开口。 接着江泰武让大叔购买一些日常用品,其中包括一个有色眼镜。 金亨鸣随后根据泰武提供的一些信息仔细调查了情况,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。 这时,警局的人跟金亨鸣说,你不应该管这些案子,因为这些案子都属于无头案,而且这些案子对你的噤声没有任何好处。 局长也跟他说,让他不要再调查这些。 前些年有个警察为了调查这些,然后被陷害了,下场很惨。 况且是一件结案的案子,现在又要被翻出来重新调查,这对公众没法交代。 但是大叔不听,质疑要去调查。 接着,大叔就找到了江泰武的家,但是家里却没有人。 从邻居的口中,大叔得知了一些情况。 接着,金亨鸣又去学校里调查江泰武的一些档案资料。 原来,江泰武在上学的时候,成绩十分差,并且他的父亲对他们的姐弟两人十分不好,经常砸坏东西又打人。 后来,金亨鸣找到了江泰武曾经的朋友,那个人告诉大叔,江泰武以前特别喜欢赌博,于是金亨鸣根据赌博这条线索,找到了一个赌场。 在江泰武给金亨鸣提供的杀人名单中,其中有一个是放贷人,但是令大叔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放贷人还在好好的活着。 放贷人还告诉大叔,十年前曾经有一个江泰武拿着日本刀追杀他,后来金亨鸣又去拘留所找到江泰武去质问他,为什么要骗自己。 并且从外面买的一些日用品拿给了江泰武,其中就有江泰武提到的有色眼镜。 可能是拿到了有色眼镜,江泰武心情十分好,就又告诉了金亨鸣一个详细情况。 原来,在08年他当出租车司机的时候,他还杀死了一个小姐,把他的尸体埋在了一个墓地里。 为了让大叔相信这些,江泰武还把墓地的位置告诉了金亨鸣,同时告诉金亨鸣这个小姐的尸体也被他分尸了。 但是金亨鸣经过一次的欺骗之后,没有直接去墓地,而是选择了先调查。 接着金亨鸣去出租车服务公司,查找了当年的一些信息,并且这个受害小姐的家里却询问了一下家人。 家人对小姐的离开十分痛心。 08年的时候,江泰武是如何杀害小姐的? 原来,小姐刚从酒店里喝酒出来,心情十分不好,出言辱骂江泰武。 江泰武便和小姐发生了一些冲突,随后就将他残忍地杀害。 之后江泰武还将他分尸了。 获得这些信息之后,大叔十分肯定小姐被江泰武杀害。 于是大叔说服了自己的同事,一起去墓地挖掘尸体。 为了挖掘快一些,他们甚至调用了挖土机。 但是挖了半天,都没有发现江泰武口中描述的尸体。 警局的人十分生气,但是金亨鸣却不愿意放弃。 可能是皇天不负有心人,最终大叔挖到了尸体,但是却仅仅是一部分。 金亨鸣随后到警局里审问小伙剩下的尸体去哪儿了。 谁知道,江泰武却一口否认他杀死那位小姐,并声称他只是负责埋尸的。 江泰武在江大叔离开监狱时还对金亨鸣说,时间总会过去。 后来有同事告诉金亨鸣,抛尸案的诉讼期限为七年,这件杀人案已经超过了这个期限,无从调查。 金亨鸣知道这些之后,不知道该怎么办,就去见了当年因为一直调查这些无头案而被降职的老警察。 老警察告诉金亨鸣,原来江泰武就是让金亨鸣这样一边给他提供经济来源, 一边让他帮忙调查这些无头案,降低警方证据的可信度,从而进行翻案。 金亨鸣作为正义的化身,自然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,于是他只能去调查其他案件。 除了已经过公诉期和已判决的案件,现在只剩下了一起用凶器伤害三十多岁男人的案件。 这是金亨鸣最后的机会,有过前几次吃亏上当的经验,这次金亨鸣学聪明了, 他先是通过头发的线索找到了当年的案底。 当年的案件一共有两个线索,现场留下的脚印和一把刀,但是这把刀却没了刀柄。 这些证据根据法律并不能够定江泰武的罪,为了找到更多证据, 聪明的金亨鸣对江泰武使出了激将法,能否完美犯罪。 最终,江泰武为了证明自己,说出了整个案件的详细过程。 而且他还告诉金亨鸣,他将刀柄丢进了海里。 随后金亨鸣去海边,找到了那把被江泰武扔掉的刀柄,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能够定江泰武的罪。 不过他找到了案发附近酒吧的老板娘, 老板娘告诉金亨鸣,当时江泰武曾穿着皮衣在酒吧里面喝酒, 而且老板娘告诉了金亨鸣一个细节, 江泰武在对尸体焚烧的时候,由于不小心把他的皮衣烧了。 接着金亨鸣找到当年替江泰武缝补衣服的师傅, 证实了这件事情,并且找到了当年的修补皮衣。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江泰武绳之以法, 但是没想到的是,江泰武却对法官说, 这是金亨鸣给他钱让他乱说的。 由于只有皮衣作为证据,证据不足, 法官只能判江泰武无罪,这样金亨鸣十分失望。 沮丧的金亨鸣随后去整理案件资料,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, 他突然发现当年挖出来的尸体中藏有一个劫狱环。 根据这个发现, 他找到了当年为死者做劫狱手术的医院, 查询了当时记录的资料。 通过医院的资料, 金亨鸣又找到了一个名叫朴英美的女人。 朴英美和她的丈夫离过婚, 她有着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儿子。 江泰武和朴英美当时是一对情侣, 但他们的感情却不是十分的好, 两人经常吵架。 为了证实这个事情, 金亨鸣找到了朴英美的儿子。 朴英美的儿子也帮助金亨鸣证明了这件事情, 接着金亨鸣去调查了两个人的通话记录, 发现朴英鸣在死前经常和江泰武打电话。 后来金亨鸣又从邻居口中得知了一些事情, 聪明的他经过思考之后, 很快地就想出了事情的经过。 原来当天江泰武出门赌博, 却不幸地遇到警察查车。 江泰武的车上还有一个毒贩, 毒贩看到警察就跑, 于是江泰武也只好汽车逃亡。 随后江泰武去赌场赌博, 却被人暴打一顿, 回到家之后他和朴英美因为车的事情吵了起来。 生气的江泰武于是杀害了朴英美, 推理出案件经过之后, 金亨鸣很快找到江泰武, 当面揭穿了他。 那么被江泰武杀害的第一个人是谁呢? 电影最后也给出答案, 第一个被江泰武杀害的人, 其实就是他的亲生父亲。 他父亲经常砸家里的东西, 还虐待江泰武姐弟俩。 忍无可忍的江泰武最终选择了 杀害自己的亲生父亲, 姐姐知道弟弟杀害父亲的事之后, 选择了默认。 电影最后, 在金亨鸣的努力之下, 江泰武被法官判了无疑。